我们都知道曾志伟曾经是香港艺人协会的会长, 香港电影金像奖组委会副主席, 可以说在娱乐圈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, 称唐伟大佬一点都不畏过。 过了几天,发现蓝结英事件的视频被删除了, 网友们都以为是卓伟被公关了, 没想到卓伟自己回答居然是被删了, 将至删除了。 看来这股势力开始蠢蠢欲动了。 也有知情的人士爆料, 估计以后再想看卓伟爆料, 就要等下下辈子了, 卓伟跟自己的工作室被连根拔起。 狗仔们要经历一场大清洗了, 看来以后想看八卦真的很难了。 在香港电影圈, 成龙是大哥, 红金宝是大哥大。 其实, 还有一个人也被称为大哥, 他就是曾志伟。 曾志伟个子不高, 人长得不绿, 也不酷, 声音还怪怪的, 实在和威风八面的大哥, 这个词不沾边。 可是, 他已经在香港电影圈工作了三十多年, 积累了旁人无法匹敌的人脉和威信。 这几天, 纪理小鹿和PG1事件后, 最火的当树兰杰英遭幸迁这件陈年往事, 再次被扒出来, 将曾志伟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尽管曾志伟在第一时间发声明否定此事, 他的女儿和好友也相继发声力挺。 但第一鼓仔卓尾爆料, 模特焦母陈怡现声证明, 将这件事弄得一时追假难辨。 曾志伟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? 现在还没有官方定论。 今天, 我们只想谈你谈小个子曾志伟, 为啥被称为香港电影圈的大哥? 一、 曾志伟从事电影事业三十多年, 虽然貌不惊人, 但演技的高超旅说官方认可。 他获得过六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和男配角提名, 两名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, 一次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。 此外, 曾志伟两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, 一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 二、 2010年, 曾志伟导演了新72家凡客, 共邀请到174位明星主演或客串, 香港稍微有些名气的演员, 几乎全在这部电影中出现, 创下香港电影界的记录, 成为香港电影办的盛世。 而当年让观众数星星数到眼花的建国大业, 邀请到了172位明星。 曾志伟在香港电影圈的号召力有多大, 由此可见一斑。 当年大哥大红金宝拍富贵列车, 全香港一多半片场休息, 明星都到富贵列车的片场客串了。 你可以重问一下那部电影, 数数一共有多少明星客串。 174位明星中, 最难请的是张学友。 张学友当年拍电影有三部拍, 一是离开香港不开, 二是每天接送女儿时不拍, 三是节假日不拍。 原因是他要陪女儿。 可是, 曾志伟每天派几个张学友的好朋友找他聊天, 最后硬是把张学友请到片场。 三, 曾志伟的生日是4月13日, 他过60岁生日时, 和香港金像将撞车, 于是金像将都改时间。 其实, 金像将改时间也是无奈, 因为曾志伟生日那天, 谭永林, 周杰伦, 李敏, 林子祥, 李克勤, 刘嘉玲, 邦明泉, 成龙, 吴君如, 陈可欣, 徐关文, 陈百祥, 谢贤, 陈惠林, 王晶, 陈小春和英彩儿, 赵本山, 关书仪, TVB群星将近七百人出席。 如果当天开金像将颁奖晚会, 恐怕真的会星光暗淡, 无人喝彩。 4.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 香港电影最著名的电影, 是最佳拍档系列, 五福星系列, 最佳损友系列, 占据票房排行榜前几位, 曾志伟是主演甚至参与导演。 5. 曾志伟于2004年担任香港演艺, 艺人协会会长, 梅艳芳, 陈龙和谭永龄都担任过这个职务。 2006年和2010年, 他又两次当选, 总共担任了六年会长。 该协会有会员八百多人, 香港所有的影视界大咖, 几乎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。 曾志伟作为会长, 积累了深厚的人脉, 与众多大咖成了交情深厚的朋友。 6. 你可能想不到, 曾志伟刚进入电影这一行时, 做的是龙虎舞师, 而且是在大导演张彻手下工作。 张彻的功夫片曾经红吉一时, 手下的是三太宝明镇江湖, 能在他手下当龙虎舞师。 曾志伟没有两把刷子, 是全不长的。 提起龙虎舞师, 你最先想到的恐怕是成龙, 红金宝, 成家班等, 小个子曾志伟也是。 7. 2012年, 曾志伟做了两件事, 值得点赞。 他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表明了立场, 不仅磁演的日本电影, 而且拒绝了日本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。